放下不是放弃 而是更积极的提起 面对应付的责任 要直下承担 放下对于修行人来说 尤其重要 因为出家修行 本来就是为了了脱生死 契入菩提灭坛 进一步教导众生 令其解脱无量生死苦 如果不能看破放下 则与一般俗人无异 学佛的前提一定要先尽力 所谓的尽人士之后 当我们尽了最大的人士 对于结果我们是选择放下的 这才是放下的真实意 不是我们毫不尽力 我们就随时放下 那不是放下 那是放弃 所以学佛放下的真实意 他是努力过后 他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 他对于这个结果 他欣然接受 他完全毫无挂碍 还来做放下这样的一个行为 但是一般人 我们看到一般人说 放下放下 其实他对这个结果是无奈的 他是莫可奈何 他是无以为力的 这样一个心态来放下 其实跟真正佛教告诉我们的放下 是有很大的差异性 所以虽然是放下 但是当我们根本的信念不对 所谓的阴地不正 果昭于蛆 这样学佛的过程里面 我们得到的功德 跟修行的目标就差别很大 因为执着 贪求 让我们无法出离生死轮回 想要离烦恼 得自在 或解脱 就要学会放下 放下 并不是放弃 而是更积极地提起 面对世事纷扰 乃至种种名文利养 要能放得下 看得破 如果是应付的责任 则需要直下承担 实时回光返照 照见本具新兴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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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